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蔡旺连 现在欢迎大家收看民意交响曲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主持人蔡小军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三位逸座 带大家来探讨基隆未来如何可以变得更好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是我们市议员张志豪张逸座 小军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志豪好第二位是我们的郑文婷郑逸座 小军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逸座好第三位是我们的韩世宇韩逸座 小军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一开始我们要带大家来探讨的是我们基隆市的公园 基隆市的公园不论大或者是小 都要有效的来管理 以及我们目前的状况有哪些需要加强的地方呢 我们一块来看这一段 前两天我在这个都发处的专案报告的时候 有提出一个案子 希望说都发处能够做出一个整体的 微型公园围管的计划 能够让我们在区公所管辖的 这一种微型邻里公园 能够让都发处也是介入管理 介入监督哦 那今天早上我的这个桌子上面 就出了这个都发处给我的书面的回函 上面是这样子写的 有关微型公园管理维护 并未订定要点 仅由各区公所自行围管 这个先跟处长讲啊 这个答案不及格 要由都发处来去找来 相关的专业的人士 全面的去监督我们 全市的这一种微型公园 我们现在也正在调整 我们科的专业 不管是城乡风貌 里林工程 公园跟区公所的合作 更密切 而且然后我们一起成长 这件事情我也一直跟我们 警官总顾问 跟我们都社科跟公园科 我们都要下来聊下来 看怎么去处理 同步都要提升 以上大概是几个策略会去做 那如果是点了我们来去做 以上先跟一座报告 那刚才我也取得了处长的承诺 那我们就用点的方式来开始 那我们这些微型公园 我们就一个一个来 好好的来去努力 所以就可以看到 我们用点的方式 一个一个来突破 一个一个来改善 未来连城县 就会变成了一个很特别的面了 所以我们要来请教之豪哦 有很多案例 是不是都可以看见公园 还有人民的生活 是格格不入的呢 是这样子 就是我之所以那时候 会这样子跟杜发处这样提案 当然是希望说 系统这么多的这些 所谓的小型微型 或是称之为林里公园的 这种小公园 这种公园都不大 它大概里面就是 一个溜滑梯 然后一个小朋友 可以攀爬的油具 或者是一个单杠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大小 是很小的东西 很小的空间 因为它很小 所以它就不被列为是市级来管理的东西 它就是区级来管理的东西 就会变成是区公所来管 但问题是因为区公所自己本身 专业的人力 它的配置不一 我所谓不一的意思就是说 可能哪个区可能对这个相关比较了解的人 也许有两个 但是这个区可能只有一个 然后某个区可能有三个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基本上就是双权难敌四手 一个区要管辖这么多的这种小公园 每个小公园里面各式的状况都不同 大部分的状况是这样 就是这种公园它可能维护管理 可能是最花钱 也是最花力气的地方 在我们现在台湾 尤其是双北 就是台北跟新北市 他们在发展这种公园游具的 这个新的趋势过去这几年来 大概趋势都是尽量不要用罐头游具 然后尽量做特色的公园 要是有能力就做所谓的共融式公园 那我希望大家也可以明白这个概念 我们分成三种 一种叫罐头游具 一种叫特色公园 一种叫共融式公园 那这三种是在规模上 在需要的经费上 在需要维护管理的人力上 是三种不同层次的东西 那我们这种围形的公园 大概多半都会在所谓的 罐头 罐头公园的这个地方 那这有直接关系到说 我们基隆市的趋务所 它自己本身会得到的预算经费 有多少的问题 那趋务所它要处理的事物 实在是太多了 所以往往这种经费在区公所的这个预算编列 毕竟是经费的使用上面 往往在很末端的地方 那你就会看到说 我们这些罐头游具可能就 所谓年久失修 可能这种PC这种塑胶 它们这种材质的这种罐头游具 可能常常会坏掉 可能会造成会产生危险不安全的这种状况 那我们当然希望公园最重要的事情 当然就是要安全 小朋友在这边管家长才会放心 可是往往是连这种安全性 都可能很难去把关 那更不要说公园本身好不好玩 它的空间的配置上面 它的动线上面 是不是能够符合这个亲子的需求等等的 那这些相关的东西 如果一个区公所要管的这样子的公园 可能如果说15个好了 那它有办法每一个公园 都有这么的细心去一一的去找尋 专业的咨询 确保它的安全 确保它的动线 确保它的游具有好玩等等的 这个其实对区公所来说 我觉得确实是一个 有一点点疏于管理 疏于这个给予经费的这种状况 所以我当然是 我这样提案当然是希望说 不管我们这些公园是罐头的 特色的或是共融的 我们都希望说至少是由 我们都发处的公园管理科 能够一个统整 那个统整的用意在哪里 因为都发处公园管理科 它毕竟是一个比较高层 它是处里面的科 所以它处里面的科 它自然它的人力相对来说会比较充裕 它的经费上面它也可以比较充裕 那我们议会在这边 希望要能够针对这样子的事情 在审查它的预算的时候 对我们来说 我们也比较有一个具体的说 我们知道这笔钱就是要给我们 公园 大大小小各式公园的这种整体的规划 你一次请一个团队来 或者是两个团队 不管你要请怎么样 但是你要找出一些重要的 专业的咨询的时候 它可以做整体的规划 整体的规划相对来说 自然其实也会比较便宜 你不可能 你要是每个区各自自己去找 你如果真的要花这个经费去 去希望能够找来一个顾问 认真的来帮我们做简体的检视什么 每个区它能够花出来的经费 自然就有限 那当然更不用说现阶段 我们在做这些领理公园的时候 往往我们大概不太有办法 让区公所真的去做到这种很完善的 从头到尾的规划 还包括做好的 就算你做好新的邮据 一个新的公园落成了 落成之后要怎么样去维护 要怎么样去管理 这往往才是真正的 接下来要花钱的地方 这些地方如果说你是前阶段的规划 没有规划完善 后阶段的维护自然就会有一个 它可能它甚至连维护上 它可能都不知道有怎么样的准则 因为我们最后还是就会很吃这个 区公所各自的管理的人的能力 相关的专业的知识等等的 那你当然就是不能期待说 每一个工职考试进来的公务人员 他就是十八班五一通通都要会 他要会民政他要会这个他要会那个 然后他要会公园的这些相关知识 这个我觉得就是也让基层的公务人员 真的是压力很大 工作的这个loading也太大 所以我才一直希望可以如此 尤其是回来到说我们各个邻里公园 它每个各自的规划 其实不只是你自己本身要具备 公园本身的专业性 同时你也要去考量到 当地的社区它本身的需求 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 我们安乐区的外寮里的一个 我们这个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第一期 目前是这样叫 它原本是属于外寮里里面的一个 小型的一个运动场跟 就是篮球场跟这个小型的公园游具 那在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的这个 比较大的框架之下 用这样子的金贝去给它重新再做了一次 那原本的篮球场也重新做 但是它就出现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外寮里的这个篮球场 它以往除了在平常在拿来打球 来使用以外 其实它也是提供了我们附近的这个居民 附近的里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 生活上面的使用的空间 这个什么是生活上使用的空间 其实就是有时候拜拜的时候 大家会跟里长去借这个场地 在这个地方拜拜 普渡的时候也是一样 很多不同的公庙会来跟里长登记 然后使用 然后这里就会变成一个很大的空间 让大家很方便出入 你要搬所有的 不论是贡品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东西 其实它以前是一个开放式的篮球场 所以说大量的人要同时间出入 或者是东西要搬进出 其实都相对来说相当方便 但是在我们做新的外寮里的这个篮球场 以大五轮森林运动公园第一期的 这样子的框架下去做的时候 它很在意篮球场的专业 所以这个篮球场就变成是四面都围棋的王子 然后它只留下了前后两个一般的人 一个人可以出入的 一两个人可以出入的门的大小的出入空间 它左右横面的这个 以往这种开放式的横面的这个 可以出入的这个通畅性就没了 那没了你就变成是 如果说等到今年 如果要在中央幅度 或者是有其他的这些社区活动 里民活动需要一个 大的开放性的空间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一个很… 它的人流出入等等 通通都会受到这个影响 因为原本是开放的 大家都可以自然进出 结果现在变成只有两个门 两个小门 那这样子其实就是 那我们当然我已经在 我们在会刊警示之后 我也是慎重的建议 正式的建议说 师傅能够把这个旁边的这个网状的这个 已经封起来的这个面 能够再开新的这个比较大的门出来 让我们自己周边的这个居民的使用 也可以比较方便 因为篮球场虽然是篮球场 但你如果社区这个宝贵的公共空间 你只让他打篮球 那剩下的时间他就是空在那边 那其实对于一个公共空间 他其实也是一个有一点点的太浪费了 所以说像这样子的事情 他可能在事前的做规划的时候 如果说他能够更能够去 算是说做一个当地居民的调查 或者是说能够让当地的里长 或者是居民能够有效地去参与 这个规划 他这个人和公园使用的状况 那自然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 当然我不是说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的蓝球场虽然做起来 是不好的 那当然不是如此 而纯粹是说它可以更好 那它可以更好的地方 就是只要在旁边开一个多开一个门 其实它就完完全全可以符合 它原本社区常年使用的这个风俗习惯 那像这样子的状况 我们在其他的地方也都会看得到 不同的公园它会算是说 提供社区的居民有不同的这种 生活形式特殊的需求 那所以说有关于这个罐头邮居的这种 有关于这种公园的这种规划是这样 那我们再回来再讲原本这个罐头邮居 特色公园跟供容式的这个差异 那我们罐头邮居我刚刚说的 就是我们平常看到这种丢滑梯啦 或者是这个小朋友砖的这种 那个砖的那种小通道啊 其实这些大概大部分就是 看起来像塑胶做的这种 大概都是属于罐头邮居的一种 那另外一种就是特色公园 特色公园大部分它使用的材质 其实就比较不是这种大量生产的这种邮居 那它像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四维公园 就是类似像是特色公园的一个状况 那再过来再更高级一点 就是共荣式邮居 那共荣式邮居什么意思 就是共荣它的意思是说 一它可能是它使用的材质 就已经不是罐头了 然后再来它本身也是具有一定的特色 再来是它是适合所有不同的需求的 小朋友来玩的 那这个小朋友可能还包括 不同年龄层也有 就是可能中老年人也可以使用 那所谓的不同需求是什么 就是比方说身脏的小朋友 或者是有其他不同的障碍的小朋友 他不见得正常一般的邮居 他有办法玩 但是在共荣式邮居的设计之下 他们原本的设计就是说 如果小朋友是哪里比较不方便的 他一样可以有给他玩的这个空间 所以说共荣式的公园 它是包容的 它是最高级的 所以也就是花费要最高 同时它的管理也会最花钱 所以说在我们基隆的话 我们的公园的规划 公园的建设上面 当然我们还是碍于说 我们基隆市的经费还是有它的限度 就是简单讲就是 我们比较没有那么有钱 所以这样子情况之下 基隆市现在大部分的经费 大部分的公园大概都还是在 罐头公园的这个等级 罐头公园不是不好 我要在这边讲一个重要的观念 就是说对当其他的城市 可能都在拼特色公园 在拼共荣公园的时候 人家一年的经费就是七八千亿 我们一年经费不到两百亿 我们当然是 我说整个城市 基隆市政府去年的整年的经费 是不到两百亿 台北市我记得去年一整年 大概七千多亿 是这样子的 差这么多的状况之下 当然他有办法去做这个共荣式公园 那不见得我们基隆 也是一定也都要这个 算是说打中年充胖子没必要 我们基隆当然是有 像现在我知道像是希望之秋的公园 或者是大五人森林林公园公园 也是希望能够走向这个共荣式 然后甚至是多功能的 这种公园的规划 我们的四维公园 就是我们安乐区的第一个 所谓的共荣式公园 市政府对于这种公园的规划 大概就是以点来做 那一次一年可能大概就是能够 做一两个就很不错了 就很像是我们的这个示范道路一样 一年做一条 那你就慢慢地把基隆市的这个主要道路 一一地补起来这样子 好 所以说回到罐头公园 那如果我们都要做罐头公园怎么办 那其实罐头公园的使用也不是 就是说它并没有不好 它有一些东西可以注意 比方说在它的美感设计上面 它可以不用是所有真的全部都千篇一律 你在购买你在采购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它的颜色 你可以选择它的材质 你可以选择你里面要玩的项目 不是就算是烈滑梯也有很多种不同的烈滑梯 那另一方面呢 如果说你把它想像成 因为它就已经出 你买的时候它就已经是成品了 所以你买的时候是成品 你要怎么样让安乐区的外寮里的公园 跟七弦里的公园 跟信料里的公园 其实信料里没公园 但是我只是做一个比方 就是你要怎么样让每个不同的里的公园 能够看起来不一样 让小朋友玩起来有一些挑战性 那其实你可以透过 不同的拼装组合的方式 可以透过整个公园里面内部空间 不同的配置的方式 能够让就算是罐头公园 也可以让孩子玩得开心 让孩子真的有学习到 也有刺激到他们的这个成长 那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这都是 接下来我们在基隆市的公共空间 尤其是公园建设上面 我们应该要多去注意 然后更去大家一起共同来关心的议题 可以看到艺座非常用心 因为他会从规划完善这一方面 来进行着手 因为每个公园都希望要规划完善 至于是不是有什么印象 像刚刚志豪我们同仁还有讲到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说 像我们市政府的话 因为像我遇到的问题就是 因为都有我们驱风所在管理 那的确在经费上面的话 说真的是还蛮捉襟见肘的 那我们常常讲巧妇难为无名之吹 而且再加上说 其实由我们市政府的 我们的这个独发处 也就是主管机关来去做规划 那像我有个个案吧 也算个案 就是我们孝德的邻里公园 那其实我们大家知道说 孝德的邻里公园在哪边 那我们也知道说 我们天外天的富裕公园在哪边 那其实这两个地方是非常的近 那而且旁边其实附近的话 也有我们以前的港平新村 那其实那个地方也都拆掉了 所以说其实可以规划 三个点结成一个面 以点结面的这种概念 那来下去由这个我们独发处 来做主导 那独发处来做主导的话 那接下来的话 当然才会符合我们现在基隆 主力在发展观光城市行销上面 增加多一些的景点 那也增加我们基隆的 这个所谓的我们的观光的收益这样子 是 文庭义座也是有看到不一样的亮点 是 我想在有关公园的管理方面 其实我们对这个独发处 尤其是公园管理科我们寄予厚望 那在整个规划上面 当然在独发处他们对公园的规划 其实他们是着力比较深 但是公务员他们本身对于全责的划分 他们会很在意 也就是说他们会认为说 两公顷以上的才归这个独发处来主管 所以两公顷以下的公园 他们认为这个是区公所在主管 所以就希望说这个部分你不要来找我 这个让区公所他们全责范围之内去做 那我们必须回头来看 区公所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量能 能够来做这样子的事情 事实上区公所大家也知道 他们的业务非常的庞杂 那你要区公所 他从一个公园的规划设计 到最后的执行层面 去做这样的一个设计说 这个围形公园我们要怎么样 具有这个特色公园的功能 同时又要有共荣公园这样的一个功能 其实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那所以才会 这个知豪议员他在议会咨询的时候 才会说那你独发处是不是可以来 全责的去做一个统整的一个规划 因为我们也知道 围形公园其实就是在 家里附近的这种围 这个邻里公园 那邻里公园他们主要的对象 就是住在这附近的小朋友 他可以出来外面玩一下 他就可以回家 所以这些公园其实设计的目的是 在附近的小朋友 他们可能放暑假或者假日的时候 他出来玩一下他就可以回家 所以这些公园一定不会有公车的设计 好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底下 你独发处能不能够帮忙去想一想 因为像这样的围形公园 在我们社区里面太少了 因为我们的公园光是把原有的公园 把它整修 让小朋友愿意去玩 这一件事情就已经是非常困难 那你要再把它进一步的做成特色公园 或者是说有供农功能这样的一个围形公园 那这个会是一个更困难的事情 那我个人是认同 知豪他在议会的这一个咨询 就是说你独发处 你可不可以来盘点整个全市的这些围形公园 然后你给各区 他们把这些数量统整出来以后 你全面的第一步 你先把这些围形公园 先把它做到让小朋友可以去玩 然后再针对各区的特色 融入当地居民的意见之后 然后再去做各个社区里面 他们的一个特色公园 那如果有民众的意见参与进去的话 我相信要达到共融公园这样的一个目的 就很快的能够达成 而不用说花非常多的经费去想说 这个公园我要做共融公园 所以我要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 我想是不需要花这么多的一个成本 去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可以看到三位一中 他们都很用心 就是希望在身边的公园就可以很好玩 很有特色 重点是符合民众的需求 那就是达到传地社会的温暖 那说到传地社会温暖 要带大家来关怀弱势 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 我们的文婷益作《爱新冰箱》 邀请到了这个名人陈宏来木百米 没想到秒杀 以阿红上菜红片大街小巷的美食节目主持人陈宏忙着签书 为了就是力挺好朋友 金融市议员郑文婷举办的爱新冰箱公益活动 这项在基隆庙口电机工前举办的捐百米送输的 签书活动吸引了许多民众参与 加上东区福人社与木兰狮子会等团体热情响应 限量100本 陈宏新书一下子就签完 让与好朋友远东泡泡冰老板 市议会共同发起这项活动的市议员郑文婷相当感动 我在石球领植物处 就是我们石球路26号 石球领植物处这边有做爱新冰箱 那陈宏跟宜慧两位都是我的好朋友 他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他们也很热心想要让我们的爱新冰箱的物资 能够增加的充实 所以就引起引爆我们三个共同脑力之大 制成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活动 那我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爱新 让我们能够再利用这一个机会来 得到一些物资上的一个捐赠 那可以充实我们爱新冰箱的一些物资 可以再去用这些物资帮助 帮助正多需要帮助的这些关卡部 真的可以看到很多民众是需要帮助的 但是现在疫情升温 那真的是让人更加要去帮助更多的人 我们要请义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要怎么样做才能真正协助他们 是我想我们的爱新冰箱从去年开始以来 其实得到很大的一个回响 那我们要特别来讲就是说 我们社会上的弱势哪些是弱势 我们知道市政府有所谓中低收入户 这些民众其实因为他们符合相关法规的一个规定 所以市政府的资源可以进到这些中低收入户 比如说他们每个月有一定的这一个生活补助金 或者各方面的一个协助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民众 他一定能够申请到这个中低收入的这一个证明 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爱新冰箱的一个发想 我们主要是以生活确实陷入困境的这一些民众 作为我们协助的一个对象 我们称呼他们为关怀户 那这些民众其实他们 一般的这个社会救助的资源进不到他家里 所以他们每个礼拜来我们的爱新冰箱 分享这些爱新物资 他们告诉我他只要来一次 一个礼拜来一次 他这个礼拜都不用买菜 那现在因为疫情的期间 所以我们爱新冰箱目前是暂停的状态 因为我们避免群聚 所以没有像过前一阵子这样子 每个礼拜固定做这个发放 但是因为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关怀户 他们特别的困难 所以我们会定时的提供我们的爱新物资 送到他们家里 像我们施求岭这边有一个阿嬷 他有一段时间 他就没有来我们爱新冰箱 来分享爱新物资 那我们的志工也有发现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就会跟里长联络说 那个阿嬷他好几个礼拜都没有来了 那他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透过里长的协助我们就找到阿嬷家 那我们就问阿嬷说 阿嬷你为什么这两个礼拜都没来 那时候他是告诉我们说 因为他的二儿子过世 所以他去殡仪馆折那个纸钱 那我们就跟阿嬷讲 我们先把物资送到他家 如果说因为他年纪很大 而且他有一只眼睛是看不见的 所以我们是跟他讲 我们可以帮他把物资送上去给他 他住在山上 施求岭的山上 那阿嬷他就告诉我们说 没有关系 我可以自己下去拿 因为他下山再上山 他觉得他这样可以有达到运动的效果 那也是让我们非常感动 其实像这些弱势的民众 其实他们也是很努力地靠自己的力量 想要给自己的生活一些支撑 他虽然需要人家协助 但是在他能力可以所及的范围之内 他还是希望靠自己的力量来帮助自己 这是让我们感觉比较感动的地方 真的很感动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民众 他们就即使不是过得很舒适 但是他们都是靠着自己的力量来进行 但是碰到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 这样的大爆发 政府推出了这个纾困方案 那很多民众就说 这个纾困方案要申请 真的很困难 我们要迁请示娱 你就你碰到的民众是怎么跟你反应 我怎么协助呢 碰到的话 我刚讲刚刚那个部分 就是刚刚文廷一桌有讲到 就是说有关于说关怀户 也就是边缘户 那现在目前的话 疫情期间的话 有些是可能受况劣 或隔离的这些对象 那这些对象的部分的话 其实像私域的话 现在也都有碰到 那有碰到的部分的话 就是募集我们社会资源 像现在就有募集到白米 然后相关的一些资源的部分的话 那来呢帮助我们的这个 现在目前需要的关怀户 那有一些的话 它可能受到匡列 那所以呢 也是需要大家的帮忙 那主要的话 还是要由这个 我们的疫症系统这边来帮忙 来去做一个处理这样子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谈到就是有关于说 这个补助的部分 因为现在目前的话 其实蛮多的这个民众 那大家的话都有谈到说 就是呢我们现在的补助 有些部分的话其实是 看得到 但是呢吃不到 那像比如说呢 有些的话是我们的这个老师啊 比如说代课的或兼职的 我们国小国中的 那他呢属于呢 非编制的这个 非典的这个劳动者 那他呢 或者是特教班的这些老师 那其实私域的话是希望说呢 是不是可以比照我们的 这个社区大学的讲师 来去做一个协助或者是帮忙 那帮他们呢 来去做一个补助 起码呢可以让他们呢 可以做一个解渴啦 不然的话现在的疫情的话 也这么的严重 那大家呢等于说呢 也都没有办法上班 那另外的话是 像我们的摊贩啊 摊贩的话其实有蛮多人 是需要帮助的 那但是呢 因为呢他基于可能他没有税局 税级 那所以呢 他现在不是我们有这个 纾困4.0出来 有针对摊贩 但是摊贩的话 他是需要有税级的部分 他才能够去做一个处理 那这个部分的话 也有跟市政府有如实的 这个跟我们的惨罚处 黄处长呢 有反映这样的情况 那现在呢市府呢 也都有在研拟当中 那也希望说呢 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那可以呢如实的呢 可以帮助到我们这些 摊贩这些业者 那大家呢 因为在这一个月当中呢 其实都没有做生意 那但是呢 相对的他的电租 他的整个的收入 那还有呢 有些很多的民众 他可能他有贷款 他也有儿女要养 那可是呢 他相对的 他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补助 那其实对他们来说呢 是一个极其不公平的事情 那另外呢 还有呢就是 这个是我FB FB里面也收到这个民众的诚情 就是像我们现在目前的话 是月薪制的这种全食人员嘛 那他的话是可以领取补助的 但是呢 像我们部分工食的人员 他可能是领那个一小时的一款 他呢没有办法领取补助 像我们餐饮啊 零售啊 或者是休闲娱乐这种产业啊 那像呢我们工会 有些工会的话他有提啊 就是说我们可以给予 我们受雇的劳工 申请的发动权 那或呢开放呢 我们劳工 向我们这个政府通报后 那由呢 我们的这个主管机关 也就是呢 我们的企业 那来辅导我们企业 然后申请补助 那才能有效的 那解决呢 我们劳工朋友们 大家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还有啊 其实还蛮多的 其实这一方面 其实各行各业都有 被影响到 我看前几天的政论节目 人家就有讲啊 大概有近 大约有近到六成 六成的民众可能 他没有办法领到这样的补助 但是我不知道说 他的数据正不正确 但是听到谈话性节目 是这样讲的 那当然有一些是 可能他已经老退 就是退休的相关的人员 那因为我们政府 可能这一次的因应上面 那疫情上面来得 非常的急 也非常的赶 那我们的部署上面的话 那可能超前的部分 有些的方向的部分的话 可能没有抓稳 不然说呢 我们有些民众 他可能本身有贷款啊 那或者是呢 可能是房租啊 那或者电租啊 那或其他的 他可能一些这个借贷的问题 那他平常的生活呢 就相对的也蛮困顿 也不轻松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他也没有办法工作 他可能本身也没有劳保 也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社会保险 那这个部分的话 那他该如何是好 但是问题是呢 他账面上面的话 的确是需要人家帮助的 那所以说呢 其实我们有提到 就是普发现金嘛 那为什么也希望说普发现金呢 因为是在于说 我们在之前的这个疫苗的施打上面 尤其是购买疫苗的部分 我们可能超前部署的部分 这方面没有买到 那可能没有花几百亿买这些疫苗 那是不是呢 现在呢就必须得要普发现金 让大家呢 起码可以先饮水止渴 而不是望眉止渴 那这样的话 让大家呢 看得到 而且呢 吃不到这样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是 所以四月觉得要普发现金 来帮助这些真的非常需要 受到帮助的民众 那那治豪呢 是不是也有民众跟你来反这样的反应 对 我觉得那个纾困的 现在目前政府纾困的逻辑就是 针对上一次去年 已经有申请过纾困的人 那他当然有一定的条件限制 包括说他一定要有一个 公会的投保等等 那我们当然是也是认为说 至少我 我这么认为 我觉得 确实是有很多的人 他不在现在的所谓的社会安全网的 范围之内 那这样子的人他可能 这是 这其实也是产业界的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比方说 他其实他是一个全职的工作者 雇员 但是呢 可能公司给他的薪资是低报的 那薪资低报他可能是就把他低报成部分公司人员 简单说就是 他其实是全职的 但是他被公司报成全职的 因为他是全职的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申请纾困 那这种状况在我们相当多的中小企业里面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那不是只是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社会上 目前的整体的制度来说 包括什么社会安全网的制度 社会福利的制度 规定定在那边 但是实际上的失措是另外一件 是他有一个另外一个逻辑的存在 那平常时候 我们如果是就是一个上班族 我拿到的薪水老板还是给我这么多 比方说老板就是给我一个4万块的薪水 但是我报我的薪水是报3万 那我实际上还是拿到4万 所以我就没关系 但是问题是当然 他其实影响到的不只是你的 日后的这个退休的问题 当然其实现阶段 他可能会直接影响到 你纾困的资格也没有符合的问题 所以那我们 当然他有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 纾困的迫切性的问题 就是现阶段 现在我们希望能够让需要得到纾困的人 能够得到纾困 那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 这个时候其实 如果我们再去根据这个原本的规定 这样子房文乳节的去做 其实会让很多需要的人 他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得到 他最急迫需要的东西 那这个最急迫的东西是 重点是因为 我们现在疫情还在发生中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待在家里 重点是这样 因为他在家里他就没有办法工作 他没有办法赚钱 而他生活会出现问题 所以在这样的前提之下 不是所有的人都很惨的 大部分人是没有的 所以我们希望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能够让大家有一个能够留在家里的动力 我可以在家里继续待 再等两个月三个月 我可以让当疫情比较恍合 当中老年人整个疫苗施打率提高的时候 大家才OK 我们再过了这两三个月之后 我们再来那个 所以我希望广发 但是我希望是有一定的排附 跟一定的职业别的限制 能够让真正需要的人得到 真正希望给他的纾困 所以就是彻底的解决问题 那刚才说到这个施打疫苗 硬发阻打疫苗 最近已经开始施打我们的长辈 施育是不是有很多民众跟你说一下场地的问题 就在场地 因为昨天也有遇到那个志豪 就是那个场地的部分 其实有蛮多的长辈有提 有提说就是 因为我们那个场地的话 电梯不够 那变成说很多长者 因为都85岁以上的 那大部分的长者都很辛苦趴楼梯 那我非常感谢我们第一线的 我们的疫症的人员 我们卫生所跟我们区公所的人员 也谢谢我们区长 那就是几乎定整天在那边 然后来帮忙跟协助 然后还有调解各方各面的事情 那很多长者的话是有说 我们体育馆的电梯是不够的 而且甚至于说那个在昨天 昨天对 昨天下午的时候 那因为搭乘电梯的人比较多 那有稍微有一点点小小的故障 对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不是我们接下来就是市政府的话 要去考虑说像有长辈也有提到说 是不是我们可以分流 所谓的分流是分离分流这种概念 因为像我们信义区的话 一般来分的话就是山上 山中跟山下 那像我们一般下面的话 就是以游泳池那边为主 就是体育馆 那山上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也可以考虑找一个场所 那让我们深奥坑的居民大家也不用下来 等于说下来游泳池这边 那也可以达到这种分离分流的这种概念 那让大家呢 在这个施打疫苗上面呢也比较安心 那当然呢也有很多的人有建议说 是不是呢可以增加我们这个道府施打的这种量 因为很多大概85岁以上或80岁以上的长辈们 那真的是我们很多长者的话 其实他的行动是不变的 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的话呢 有很多的朋友们都有提到 那包含说呢也有提到说 外籍看护 因为他一整天都要陪在这个 就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旁边 那也是家庭的这个一分子 那他们未来的话是不是也是有这种施打疫苗的机会 来减少呢就是所谓的家庭的这种感染的可能性 尤其呢我们现在常常看到呢就是我们一般外籍的我们的故宫看护 或者是我们本国的看护 那其实呢都会肩负着就是倒垃圾的这个工作 那所以说呢当他倒垃圾的时候呢 有可能也会担心 那万一说呢是不是有这个群聚 或者是有这个可能被感染的风险 那所以呢也希望说我们市政府这边 那当然呢分类分别的部分 这个要由我们中央这个疫情指挥中心这边来去做调整 那当然也希望呢这个部分是不是也要来调整 那让我们的疫情不要有破口发生或产生 不要有破口发生跟产生 这件事真的非常的重要 那当然说到这个疫苗 事与是不是还有建议要接轨国际是不是 疫苗的部分 因为我们接种疫苗 像昨天跟前天都在现场都在协助大家 那像那个接种疫苗的部分的话 他很多民众是有在问 就是说他拿到那个就是黄色的那个卡片 那个是什么 对啊很多长辈都还蛮还蛮可爱的 对啊说这是什么 这就是打疫苗之后 有一张卡片 那要做什么 其实呢很多人在问说就是 我们未来的话 我们施打这个AZ疫苗以后 那未来是在出国的话 因为有些长辈才会去日本啊 或是去哪里啊 那这个部分的话是不是 未来是做一个联动的 那其实我也有问我们就是卫生局嘛 就是我们相关的单位 那他们有说 其实这个黄色的这种卡片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接种疫苗的那个证明 那个资料证明 那接种疫苗的话 就是说像我们很多的医生 那他可能他要去可能非洲啊 或者是去哪里 那因为呢 那边的话可能有灾情啊 或之类的 或者是黄热病啊 比如黄热病好的 那他呢接种完黄热病的疫苗以后呢 那才能够到当地的这个国家 那当地国家会看他的相关的一些资料 那其实这个黄色卡片人家会看 所以到时候这个卡片要保留好哦 对 这卡片保留好的话 那到时候的话也会使用得上 那当然呢 我们很多人在问 那未来的话高端联亚的这个疫苗 未来施打以后 是不是呢 也能跟我们其他六种 也就是我们的科兴啊 或者是国药啊 那或者是呢 这个莫德纳啊 那BNT啊 辉瑞啊 或者是我们刚刚打的这个 AZ疫苗啊 那江森江森啊 就是江森疫苗啊 那这些疫苗一样 有所谓的疫苗护照 那未来呢 大家呢 可以出国工作 那或者是呢 旅游 或者是做相关的 比如说探亲或之类的 不会受到影响 我想这是我们市民朋友们 大家应应请盼的地方 嗯 没错 就是接轨国际 然后大家当然如果有 要打疫苗 一定要准时去打 这样子可以好好地保护好自己 那说到这个疫苗 我们就要来谈到卫生局了 那在这一次疫情爆发之后呢 我们的疫作 它其实呢 对于我们的人权 是非常关心的 接下来呢 要带大家来看的是 我们的郑文婷正义座呢 在议会上 针对这一个人权的问题 来询问我们的卫生局 你做成财阀之前 确实没有让民众 可以有陈述意见的机会 这一点 我希望你必须要检讨 你完全不体恤民众的心情 你没有让他可以表示意见的一个机会 再来 3月22号 民众他反映说他有咳嗽发烧呼吸奇处等症状的时候 你只有劝逐民众跟他讲说要待在家里 不然就到部立金融医院就医 你完全没有任何的积极作为 你对于疫情的控制 还有对于是否可能确诊这样的一个风险 你完全没有去关注 第三个 卫生局在3月22号下午就已经知道这个民众被确诊 可是你们的处分书却是写3月24号才确诊 这个部分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卫生局自相矛盾 第四个 民众在3月22号离开金融到台北 三种就医 甚至到后来被收治到负压隔离病房的时候 这中间的时间是五个小时 你让这个民众在这段期间之内 陷入可能确诊的这样的一个危险 这是你们的疏忽跟大意 最后 你在做财阀的财量的时候 到底要罚多少钱 你没有按照财量基准的这一个表 在两个小时以内该怎么罚 两个小时到六个小时该怎么罚 你就直接用最高的100万来财阀这两位民众 一个100一个70 这个很明显违反比例原则 那你又没有办法说清楚 你的财量的所依据的是什么 有法律的明文规定在上面 你不用 你讲的只是说因为它有高度风险 你是到4月15号做成财阀的时候 你才这样子去认定 它在3月22号就已经有这样的风险 所以我们认为你这个财量是违反比例原则 我们讲这些不是要追究你的责任 我要讲的是说 过去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你们在第一线的工作辛苦 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必须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你 做错了就是做错了 就是要为民众争取最大的权益 当然人权真的是非常重要 我们要请文庭义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终是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一段影片 其实去年疫情时候我们所针对我们金融市发生的这一个个案提出的一个质询 其实今年大家因为有去年的经验 所以其实在卫政系统他们的一些控管方面 其实做的有比去年好一些 但是今年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今年确诊的人数非常的多 那尤其今年金融市确诊死亡的比例是高过全国的平均值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产生一些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确诊的民众 他在确诊之后 其实是被卫政系统要求你隔离在家 他隔离在家 他为什么没有给他们应该有的一些援助 并不是说你给他防疫包 那这样子就好了 其实很多确诊的民众 他待在家里隔离 是没有任何医疗照顾 那有可能这个确诊民众 他因为没有症状 我想前一阵子大家都知道 前一阵子确诊的民众 其实他是待在家里隔离 可是能不能有一些人去关怀他们一下 他就觉得好像被遗弃在家里一样 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接到很多民众 他们跟我们求助 那在那个当下 我们只能请卫生的 卫生主管机关 卫生局请他们说 是不是能够给他们一个血氧机 我想大家从新闻上也看到 很多无症状的这个确诊者 他们会突然猝死 那都是因为血氧突然骤降 所谓的这个快乐窒息而死 那这样子的一个确诊的个案 其实蛮多 那在基隆也有一些确诊的民众 他没有得到医疗的照顾 而在家里隔离 那像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们其实希望在未来 卫生主管机关 其实要多多的去关怀这一些民众 因为他们就变成他在家里 要一直等等 等到我有症状的救护车 才会来把我接走 那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消极的一个做法 那另外就是说有关匡列这一些确诊者的接触的这一些民众 或者他的家人朋友等等 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发现我们也是进度有稍微缓慢的一个状况 其实我们发现有的民众他确诊之后 到一个礼拜以后他才开始被疫调 然后才开始匡列他接触的人 那这样子对疫情的传播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那从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卫生主管机关 其实他们每天手忙脚乱 而且他们已经一个多月都没有休假 那每天都很忙 但是民众还是有他们不满意的一个地方 这里面产生的问题主要就是在于 去年度我在市议会有提出一个咨询 就是说我发现我们的卫诊系统 其实在尤其我们七个区域有七个卫生所 可是我们编制的原额没有办法补满 没办法补满的情况之下 变成每个卫生所都必须要有医生 都必须要有主任 那就可能同时一个医生他兼好几个卫生所的主任 那同时他可能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慢性病防治所 我们还有一个市立医院 那市立医院大家知道他其实在这个东信路的那一个院区 他已经转型做长照机构 可是在市立医院的门诊部门这边呢 他又要做医疗的院所 他又要协助卫生主管机关去达到一些社区的这个卫教的一些工作 这个叠成价屋而且没有办法让我们有限的资源达到最大的一个发挥 因此去年我在这个总咨询的时候就特别针对这一个状况 如果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用足够的薪水去留住很好的医师在基隆 担任我们卫生所的所长或医生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让这些有效的 有限的资源做最有效的发挥 我们七个卫生所一定要有七个 七个区一定要七个卫生所嘛 我们能不能像护证事务所一样 把它做一些诊病 我们可不可以诊病成三个卫生所 让这些资源发挥它最大的效果 那我透过咨询的一个方式 市长也非常认同我的一个说法 所以事实上这个部分 卫生局已经在做这个七区卫生所的一个诊病工作 那我希望未来这七个卫生所诊病之后 我们要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是有关卫证的一个宣导 就是我们的卫生所还是可以承担卫证的一些宣导 进入社区做更好的健康管理的一个宣导 那另外是有关医症的部分 像我们的市立医院 像我们的卫生 慢性病防治所 还有我们的医护人员 进到医疗体系 进到这个 医症的这一个环节里面 像我们现在要打预防针 可以到医院去打 可以让这个诊所来施打 或者是说 我们的这个卫生局现有的医疗人员 全部进到医疗体系里面去 让医疗体系的人力能够更坚实 那这样子市立医院门诊部 就可以发挥它更大的医疗的量能出来 那这样子从两个部分去加强之后 这样卫生局整个量能 就可以产生出来 那我相信在面对疫情的时候 卫生局也可以很快的调配这些资源 而不会有现在的这一些乱象 的确就是各区卫生所要组织整兵 就可以发挥最大的整合效应 那当然这就是要超前部署 带大家来看一下超前部署的 还有要带大家关心这个 我们的环保局天外天焚化炉 最后三分钟我们要请世玉 对这个议题很关心对不对 对 非常的关心 因为我们这个焚化炉的话 即将在115年就要出疫了 那所以即将戒零到除疫退休的年龄 可是我们的基隆市市民的垃圾 就不知道要往何处走 那听说我们现在目前的话 观音那边是有焚化场 但是问题是在于说我们基隆市的话 那焚化场的部分的话 是不是他有可能会研溢 那或者是说真的除疫以后 是要改建在其他地方 那但是这样种种的一些问题 其实我都有去询问 也有查询就是环保署的网站 那他们现在目前的话是有做规划 就是说2024年以前的话 就是我们全台湾的这个焚化炉 那他都会做一个这个改建的部分 所以改建的部分的话就是在他的这个 这个逐步改善 那他焚化炉的这个设施 那妥善率要达到就是百分之九十七 那这个是蛮高的一个数字 那当然像他们有资料 在上面的话是有讲到 就是说他本来原本设计 处理能力的估算的话 是这个总处理量那乘以热质 那这是过去就是我们全台湾 大型焚化炉 所设计的这个处理量 那为呢我们2047 2047千卡一公斤 那当然呢我们这几年的话 一直在推行就是所谓的这个节能减碳 还有就是减硕 就是不要使用塑胶 尽量不要使用塑胶的这个制品 那这几年的话其实我们减硕的政策 是是还算OK的 那所以呢我们现在目前呢 这个废弃物的性质是改变 那热质呢提升为2300到2500卡一公斤 那所以呢我们焚化炉的这个焚化厂 它的焚化量 那从这个原设计的一吨 它会下修到这个0.89公吨 那当然呢 当然它的这个处理效能 一样是维持高效能 那如此一来的话 就可以延续我们这个焚化厂 它的这个使用 那也没有所谓的这个年限的问题 对那当然呢 4月的话希望说 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的话除了这个 可能115年它要除以外 还有就是合约的这个部分 那未来它合约的部分的话 是不是能够往我们市民朋友们这边多靠一些 因为之前其实我们在这个网路上面 这个总咨询上面有这个本土小番薯 那对战呢 我们日本山浦村马市长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其实主要也是谈到说 我们现在垃圾的这个费用 那大涨 那导致呢我们很多的业者 那大家呢 对于呢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轻运的这个费用 的部分的话大家都不堪其劳 尤其是呢可能做完 比如说做完一个可能室内设计的这个工程完以后 然后可能接下来我要轻运的话 可能就要跟我们这个雇主讲说不好意思 拍谁 因为这个轻运费真的太贵了 真的很吓人 那当然呢 因为我们这几年的轻运费的这个调整 尤其是我们天外天的部分 那所以呢导致呢 我非常多的民众 尤其是业者 大家真的是不堪 那所以呢希望说呢 这个部分 我们在合约上面呢 一定要特别的着力 要照顾我们全基隆的市民 让我们全基隆的市民 能够受惠 而不是依照七月精神 让我们的厂商受惠 这样就很不应该 是今天呢 非常谢谢我们三位一座呢 这些宝贵的意见 相信我们其中会越来越好 谢谢三位一座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 营养化碳终结者 - 那个奖提醒您 -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 厨房等室内空间 -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 就会产生阴氧化碳 -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 甚至意识不清 -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 三感用电热水器 - 那个奖祝福您 - 菜饭才累计加重 - 罚款无上限 - 酒驾巨检或巨测罚更大哦 - 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 -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 三 酒驾再犯 - 巨检及巨测再犯 -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 没入该车辆 - 四 酒驾重新考照 -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 要罚6000至1万2000元哦 -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或酒饮治疗 - 不得再申请考照 -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 酒驾零用热 - 内政部警政组关心您 - 我也需要喘口气啊 - 我快撑不下去了 - 一九六六 - 我是个案管理师 - 是来协助您规划需要的服务项目 - 你一个人照顾妈妈真的很需要帮助 - 你偶尔会需要储才 - 建议您可以使用喘息服务 - 让张妈妈到日照中心去 - 每次只需要负担200元就可以了 - 200元? - 这样我就不用担心 - 幸好我马上没有很照顾 - 真棒耶 - 谢谢 - 下一个喊! - 下一个喊!